- 機會來了飛黃! - 受死啦! - 哇!真的死了 - 再來一個機會來了飛黃! - 吃啦! - 看到這兩隻是三十周年特別版配色的魔神龍轉的會腳系列 兩個都是robot雲,特別是我手上的這隻 9月12號剛剛見街的新星龍神園 - 其實當年新星龍神園都是雲眼的 - 但今次出了這個珍珠色這個就搞不定了 - 叫我情何而堪,我當年都已經有一隻original size - 我也是補齊的,但它是... - 不要提了,繼續 - 不得不提了,就是現在整個配色是珍珠白 - 其實可動各樣東西跟之前都是一樣的,對翼都可以升高升低 - 但這些角、劍全部是電腦色很漂亮 - 是呀,特別是你看它的額頭,紅色的那個,即是飛雲入去的那個位置 - 是呀,也是精型通透用的 - 很漂亮,真的很漂亮 - 是呀 - 我整隻珍珠白真的很漂亮 - 不得不讚呀 - 較早前,在五月的時候就出了這隻了 - 是呀 - 這隻就是由虎王駕駛的邪虎丸 - 是呀,可以變形的 - 變了它新版本就是將翼變成電腦色 - 胸口也是電腦色的 - 胸口也是電腦色的 - 是呀,尾巴劍也是電腦色的 - 整個感覺就豪華了很多 - 上爪也是電腦色的,很漂亮 - 是呀,大家都知道了,其實魔神英雄傳 - 都30年了 - 是呀 - 是呀 - 現在就在網絡上面 - 就有一個免費的動畫版給大家看得到 - 其實早前我也去了 - 海廣城的 - LCX那裡 - LCX就看了這個展 - 哇,看到這一隻就不得了了 - 當年就是他師傅入魔了 - 被人控制了思想出了這個邪動角 - 好型呀這個 - 因為本身它比龍神遠遠遠很多 - 是呀 - 如果你用魔伯雲的比例出 - 應該要這麼大 - 很多年前就看過黑影 - 是呀 - 曾經展示過的魔伯雲系列 - 今次就變成了新系列重新出來了 - 是呀,而在我眼前這兩隻 - 一紅一藍的 - 就是新系列作品裏面 - 主角肌,龍瘡丸 - 都是有對翼的 - 還可以這樣飛的 - 這樣反起來了 - 這樣就有對翼在這裏 - OK - 而旁邊這一隻呢,就是龍戰丸 - 就很有他師傅味道 - 而刀流的 - 其實他全部都是加了他的朋友的機體元素 - 元素 - 就變成了,有點像之前的 - 有一集是什麼 - 這個是新星龍神丸的系列 - 不是新星龍神丸 - 這個是超魔神丸 - 超魔神丸 - 是呀,那種做法的 - 就變成全部都是龍神丸 - 等於全部都是高大一樣 - 是呀 -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NX的系列 - 尺寸雖然小了 - 是呀 - 但是呢,如果你要存在一個系列 - 我又覺得是省位了 - 是呀 - 好 - 這幾隻都出了一段時間 - 在暑假之前就已經推出了 - 而這個邪洞角就剛剛在暑假尾的時候就推出了 - 很棒啊,這隻 - 特別是他背後的爪 - 這個是Facial G - 當年是他這樣爪 - 然後吸住龍神丸 - 讓他不能動的 - 這樣釘在牆上 - 師傅 - 厲害 - 好,那一次過和大家看看這三隻 - 這五隻才對 - 再一次過和大家介紹了 - 三十週年特別式 - 新星龍神丸 - 羅勃雲系列的 - 除了他之外 - 也有三十週年特別式的邪虎丸 - 另外就是剛剛這個動畫版推出 - 有龍倉丸 - 龍戰丸 - 還有一個邪童角 - 反而這個系列我挺喜歡他的Box Art - 啊,很漂亮 - 因為回到以前 - 九十年代 - 舊模型的那種彩配合 - 是啊 - 但他轉向後 - 開過天窗地 - 給你看到他的賞色 - 他的造工是怎樣的 - 既有時代感 - 也有一點點回憶在裡面 - 情懷就滿分了 - 名額給你們這些 - 兩粉絲 - 是啊 - 是啊 - 有興趣的話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- 好,現在大家在Show Room - 在Tamashii Nation的Show Room - 都可以一次過見到這幾隻 - 除了這幾隻之外 - 新系列差不多 - 出光了嗎? - 好像還沒出光了 - 還沒出光了 - 應該已經出了四、五隻了 - 還有很多 - 可以在這裏都慢慢地看得到 - 特別是這兩隻 - 即是新色 - 我自己覺得真的要來看看 - 因為用眼看到的質感是很不同的 - 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看 - 記得喜歡和分享 - 拜拜